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 敘利亞富爾德人將會和敘利亞自由軍的武裝人員 在保衛科巴黎的戰鬥當中並肩作戰 打擊伊斯蘭各激進分子 埃爾多安總統星期五表示 已達成協議准許1,300名敘利亞溫和派反政府人士 通過土耳其的安全通道前往被圍困的科巴黎 敘爾多武裝人員保衛科巴黎的戰鬥已經進入第二個月